黨的意思就是 權力護航到底他沒有抄襲 而且也不用學論文 然後蔡英文留言之後 整個政府都動起來了 就為林志堅藝人要破壞中華民國的學術體系 你自己覺得張景森這時候出來講的話 是怎麼一回事 欸張景森 張景森是一個很重要的人物 他是民進黨的智囊 也是行政院的政務委員 那你覺得他這時候講說 碩班不一定要寫論文這什麼意思 因為其實昨天有一個新聞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到 就是林錫耀說 這個是國民黨發動的閃電戰 然後他就說 已經有可能全台灣三到四成的人 已經相信抹黑跟謠言了 所以他們就是會加速去反擊 這是昨天晚上 下午晚上的時候的新聞 你說這是閃電戰 也要林志堅是導電體啊 不然他怎麼會被電的金閃閃嚇嚇叫 我在想說 他如果想到小智跟皮卡丘的事情 才會冒出一個閃電戰 我看到的時候想說 有皮卡丘人是小智 然後反正總之呢 他就昨天講了這件事情之後 今天國家機器就整個動起來 所以張景森他是第一炮啊 然後下午就有蔡英文的留言啊 然後科技部教育部然後全部都動起來啊 所以我認為張景森他就是呢 來就是做一個 等於說下一個指導期告訴所有的 因為政府 政府內部所有的官員 大概也都知道他的身份是很特殊的 然後民進黨的上上下下也都知道說 這個人是蠻關鍵的 所以他當他講說 他也不一定要這個寫論文的時候 這是很迂腐的事情的時候 大家就知道啦 黨的意思就是 權力護航到底他沒有抄襲 而且也不用寫論文 黨的意思非常清楚了 所以後面才有一連串 今天下午開始出現了 奇形怪狀的這種 他們前幾天都沒有這樣幹哦 前幾天大家就是靜觀其變 可是從昨天 林襲要說閃電戰 我們要加速澄清 今天張景森講了說 這個哪有什麼問題啊 就更不用寫論文嘛 然後呢 蔡英文留言之後 整個政府都動起來了 就為林志堅藝人 要破壞中華民國的學術體系 第一次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